至於回到台灣來看到盧州縣 今天是通車的第二天 我們今天有看到新聞當中說 這個人潮真的是汹湧湧進捷運站 不只是上班上學的乘客 還有阿公阿嬤也跑來搶搭盧州縣 甚至連住在盧州這位高齡95歲的阿嬤都講說 他很喜歡要吃這個大橋頭站的一家這個 大橋頭的站呢 是盧州縣進入台北市的第一站 那麼現在阿嬤說那我只要搭著捷運來 就很容易可以吃到的 不像以前都要很久耶 盧州縣的通車也重新帶動了 當地的小吃夜商機了 真的好興奮 盧州縣通車住在盧州超過20年 高齡95歲的林豬育女阿嬤 穿著一身大桃紅外套 以大清澡也趕來搶搭盧州縣 平常都乘坐淡水線還得轉來轉去 到明泉溪路站洗溫泉游泳的阿嬤 現在不用再轉成公車 只要坐上盧州縣 經過六站15分鐘就能到達 明泉溪路站 甚至還能到大橋頭站 吃阿嬤最喜歡的肉粽和冬米糕 阿嬤最出名是誰你怎麼知道 滷肉飯那嗎 燒肉粽 燒肉粽 好 你只要去吃燒肉粽就對了 讚 一隆隆肥肉瘦肉口味的米糕 熱騰騰出爐 阿嬤愛吃的大橋頭米糕 也在盧州縣沿線捷運通車之後 老闆對業績更是後事看著 當然是有期待了 希望因為捷運的開通 能帶動這邊的經濟 還有還有大橋頭站 附近的老店滷肉飯 更是多了不少搭著 盧州捷運來吃的民眾 不油膩啦 然後那個那個 他那個那個 鹹菜很好吃 這樣子感覺很清淡 盧州縣進入台北市的第一站 就是大同區的大橋頭站 有百年歷史的龜亞雞 以及長迷美食聚集的炎三夜市 捷運盧州縣通車也重新 帶動了老商圈的燃潮與新商機 正經過環保同學會玩台北 慈光報道